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就有一些英雄他前期输出很高 但是后期输出会比较乏力 那么这些英雄大多数都是这种法系英雄 法系英雄他前期的这种伤害是一个固定值 然后在后期大家的血量成长起来 装备成长起来以后 那么这种固定值的伤害就会慢慢的比这种百分比的伤害要变得弱一些 但是米波这个英雄很多人就有点不太明白 就是他到底为什么他这个英雄从前期爆发就很高 就可以秒人 到了后期他仍然可以秒人 就是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很多人不太理解 另外就是对于这个英雄的使用 也就是基本的操作 那么今天给大家稍微普及那么一点点 首先米波这个英雄 我们开门就开门 开场 咱们用最基本的一个操作叫五狗齐飞 这个是玩好米波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操作 那么所谓的五狗齐飞是指什么 是指在你的本体跳上去的一瞬间 那么这个时候你剩下的四条狗正好飞到你这个本体身上 而不是有些人的做的这个操作是跳过来以后啊 我这里有开一下这个无限无限无限技能 不是像很多人说的这样我跳过来以后 然后再用这个分身再去飞啊 不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不是这样去飞 而是说我的本体在飞上来的一瞬间 我的本体在上来的一瞬间 我的四条狗就到了 那么这个操作的顺序呢 是四条狗先飞 用这个忽悠这个技能点你要飞到的这个目的地 而不是点你的主狗啊 记住不是点主狗 是点你要飞到的这个目的地 然后在点你这个目的地的同时呢 在都用完了以后 那么这个时候切到主狗身上主狗挑刀过来 基本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啊 大概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啊 这里漏了一条 这里漏了一条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在你主狗飞上来的时候 你的这四条狗也同时飞上来 这个四条狗是飞上来的 主狗是跳上来的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操作如何去完成呢 其实非常简单 利用table键 那么在你选择一对人以后 利用table键去切换你这个当前目标 定table键去切换这个当前的目标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操作 table一下就是忽悠一下 然后table一个 f table f table f table f 这样去点 然后呢把这个操作呢 稍微的点的快一点啊 加上鼠标啊 加上鼠标的这个操作稍微快点 这个无狗齐飞都出来了 其实就是一个纯粹的 其实连手速都不是很需要 一个狗所需要的操作呢 是一个table一个f和一下鼠标 就是一个狗的操作是需要三下 需要三下 其中两下是键盘一下鼠标 然后呢本体需要有一个跳刀的这个时间上去 这样的话等于你一共的操作次数呢 是四次f三次table 然后呢切换一个本体一次跳刀 这是一次无狗齐飞所需要完成的所有操作 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因为所有的操作要在1.5秒 也就是说你这个忽悠的 呃施法前摇啊 施法前摇的1.5秒钟之内要完成 但实际上这个整体操作下来的并不是很复杂 时间是足够的 那么 无非其实就是练的手熟一点 你看如果你慢一点的话就会出现有一个狗啊 有一个狗会落在你的这个主狗跳之前的这个位置 当然如果你再慢一点的话就会两只狗都落在这 这样 其实这个操作整体并不是很难 大家慢慢的适应一下 就练一练 适应一下这个操作就可以了 呃所谓的手速 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属于肌肉技 也就是不需要思考去进行的一些操作 这个就是所谓的呃手速啊 很多时候这个是叫做手速 然后呢在DOTA2当中呢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操作方式叫做快速施法 启用了快速施法以后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是你不需要去选择呃 你不需要用鼠标去点你这个目的地 你只需要把鼠标放在你希望它施法施放的位置啊 就是免去一次鼠标点击 比如我鼠标现在放在了这个位置 然后我一次网 它自动就要出一个网出来 而不需要等于你的鼠标是完成了一个瞄准的工作 而不需要你再去用这个 而不需要你再去用这个鼠标去点啊 不需要鼠标去点这个东西了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技能的一个这个快速施法的作用 那么它在五狗齐飞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其实更简单 你把鼠标放在这个目标这儿 然后呢你只需要每一个狗按一下F按一下Table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节省了很多的操作 那么在有了快速施法以后呢 我们甚至这个时间可以复义到什么程度呢 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时间可以复义到什么程度 我可以再跳回来 我可以再跳回来 就是说我用跳的跳上去 我还有时间再跳回来 甚至我还有时间再跳上去 那我手再快点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吧 我甚至可以就是说我在挥完了以后 我跳上去 我跳上去 然后我再跳回来 我再跳上去 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操作 这边我操作 所以大家就可以明白 这个五狗齐飞并不是一个很高端的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可以用三次跳 用两次跳到 三次跳到 我跳上来跳回去再跳上去 这样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操作出来 那么这个五狗齐飞整体一个操作 其实大家就基本上明白了 这个是关于这个想玩好米波最基本的一个操作 不管你有几条狗 当然你狗越少 这个操作越简单 狗越多越难 但是不管有几条狗 操作的方式原理是一样的 这个是关于米波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操作 但是这个快速施法 大家是不是能够玩的习惯 见仁见智 你也可以选择是在只操作米波的时候用这个东西 那么玩别的英雄都是把这个功能关掉 就可以了 然后说一下关于这个英雄的伤害问题 这个英雄他的伤害大概是多少呢 他一次五狗齐飞的伤害 相当于是六个忽悠的单次伤害 为什么呢 四条狗忽悠过来的时候呢 是只有只产生一段伤害 就是他的F是两段伤害 一次是140 两次是280 然后呢是四条狗的一段伤害和一条主狗 因为你主狗是在目标身边 然后你这个忽悠打出来的是一个两段伤害 那么也就是说四条一段和一个两段 那么这样呢加在来就是六段伤害 那么这六段伤害加到一块的伤害是多少呢 我们这里为了方便计算呢 可以给大家这样去来操作一下 就是用一条狗忽悠三次 大家可以看见总的伤害 两次三次 总的伤害是682.53 也就是说差不多是680点伤害 这个伤害是扣掉了这个魔抗以后 因为这个亏的目标 它是有20%的魔抗 跟正常英雄一样 一次同时顺便说一下 米波的初始魔抗是35% 他比正常的英雄多10%的魔抗 分身也是一样的 分身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关于米波 他的这个惠悠的伤害 其实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无狗其飞的伤害打出来以后 无非其实也就是600多的伤害 只有600多的伤害 但是为什么在真正的 就是当你在玩过程当中 不管是路人还是比赛 你会感觉这个米波的伤害特别的离谱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分身的伤害会有多恐怖 目前我的这个米波 身上6点装备 是比较标准的一个米波六神 跳刀飞鞋 A杖这个不用说 然后呢 虚灵 梁刀 还有龙心 这几个装备 基本也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米波六神 他是一个不出要出BKB的英雄 因为分身并不能继承BKB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六神装 那么这个六神装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平A伤害有多少 就是当这个 所有的狗都来到一个目标身边以后 他的平A伤害 我们这里等到40 我们A3秒钟 40开始A1 41 42 43 我们走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机身上的伤害是多少 是5109 他受到了5109点的伤害 那么这5000多的伤害 是在零护甲的情况下 这个伤害 如果说你算上护甲 比方说这个时候一个英雄 有15点左右的一个护甲 那么15点护甲 接近50% 那么仍然我们可以在三秒钟之内 用平A A出来 2500以上的伤害 如果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五狗齐飞忽悠过去的伤害的话 也就是我们可以很轻松的 在三秒钟之内 打出来一个 6000 打出来一个3000加的一个伤害 这个就是为什么米波 这个英雄到了后期 他仍然可以秒人的一个原因 他后期的伤害 主要来源于 他的这个分身本体的合击 附带的地质突袭的这个效果 地质突袭的每一个米波的分身 包括他的本体 他的一个地质突袭是叠加的 也就是说你一共可以给木夭身上挂上五层地质突袭 每一层地质突袭的伤害 每一层地质突袭的伤害是40点 他是无视莫免的 大家注意 他是一个无视莫免的伤害 也就是说你开BKB也没用 而且他有减速 他的移动减缓也是无视莫免的 这个是非常恐怖一点 就是被他打中的人基本上是走不动的 所以这个米波在后期一旦抓到一个人 这个人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反击对于米波 没有人能够马上救到他的话 那这个就是一个死人 因为五条狗的网 一个狗的网的持续时间是两秒钟 然后的满级的网的CD是只有八秒钟 但是你有五条狗 你可以控这个人十秒钟 换句话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把一个人一直控在原地 永远不让他走 再加上你地质突袭的减速 五条狗你可以让敌人直接捡到 根本原地走不动 可以捡到这样的程度 所以米波这个英雄强在哪 就是强在如果对方不能形成有效的反击的话 这个人跑不掉 这个是米波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是为什么大家感觉这个英雄 特别怕这个英雄的原因 一旦让这个米波顺起来以后 感觉就是有点你去哪都会死的 一个情况 而且由于飞鞋这个东西的一个原因 而且由于飞鞋这个东西的一个原因 飞鞋由于它是可以去飞你的 你可以把比如说你拿飞鞋 你拿飞鞋 飞到你的小鼻子身上 然后你拿一个狗或者几条狗 一块忽悠过来 也就是说你又同时有五个飞鞋在身上 你可以实现一个全地图的覆盖 就所有的兵线全部都是在你的覆盖范围 另外就是说还因为有一个忽悠这个技能的原因 所以全地图的覆盖不仅仅局限于兵线 你让一条狗 比如钻野区 比如我钻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我把剩下几条狗全都飞过来 我把剩下几条狗全都飞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有好多的狗都在一个地方待着了 然后我拿着这些狗再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就通过小地图去判断 对方的这个米波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有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这个就是米波这个英雄 为什么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拿出米波来以后 就会让对方心头一紧 而且一旦对方没有这种非常克制米波的英雄的存在的话 那米波的一个胜率非常高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们再可以试一下 就是如果说让这个米波在一起A三下四下五下 如果让他打五下平A出来的话 那么他的总伤害就是5300 在这身装备六神的情况下 米波的攻速只是0.66秒攻击一次 他的攻速不是很快 但是你只要给他三秒钟的时间 基本上没有不死英雄 这个就是米波这个英雄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关于米波这个英雄 就是他为什么强 强在什么地方 那么这个节目就给大家说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想想好像还漏掉了一个什么东西 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了 算了 我们不纠结了 我们来愉快的进入到今天的第一视角 愉快的进入到今天的第一视角 然后一会我想起来再说吧 想起来再说 对了 有一点忘了 可能是刚才想说的 米波这个英雄 他不继承绿字加成 大家注意一下 他跟幻象继承的是一样的 他继承属性加成 就是说你的血量 你的力量 敏捷 智力的加成 都是继承的 但是呢 你的这个白字伤害 比如你出一个圣剑 你出一个圣剑 就只有你本体加攻击力 你的分身是一点都不加的 一点都不加的 那么这场比赛刚一开始呢 这里我稍微往后倒一倒 因为这场比赛 我再看了一下 大概一开始 而是有一波暂停 而且时间比较长 VS是掉线 我刚才想说点关于米波这个英雄的胜率 这个英雄的整体胜率不是很高 但是会玩这个英雄的人 会玩这个英雄的人 胜率高的让人觉得可怕 因为会玩这个英雄的人的胜率 我见过一个90%多的 而且打了好几百场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用一个英雄 打了好几百场 打了三四百场 四五百场的比赛 你的胜率超过90% 你能得多少分 你能得多少分 也就是说他打100场比赛 他的竞胜局 他的竞胜局是80局 因为你要扣掉那个十场比赛 扣掉的分数的话 那么就竞胜是80局 80局能够带来多少分的提升呢 对吧 一局是25分 80局的话是2000分吧 应该是 应该是2000分 25乘以8嘛 对吧 也就是说你用一个米波 打三百场比赛 你就能加6000分 如果你能够胜率达到90%的话 所以这个英雄如果你真的玩会了 他的胜率高的真的让人感觉可怕 这个英雄 非常非常的恐怖 这个英雄 那么这场比赛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典型米波 就是这场比赛 他不是一个中单的米波吧 我记得 他好像不是一个中单米波 他是一个优势路的米波 这场比赛没有给大家挑这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什么牛蛙的 W33的这些英雄 这些人的米波 这场比赛是一个东南亚的选手 但是关于这个选手呢 大家不用担心他的实力 不用担心他的实力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单拍积分 他的单拍积分有7600多分 所以这个选手他所打的这个局 也绝对是一个高端局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即便在高端局 有些人说这些有些英雄 低端局虐菜好用 高端局不行 那么今天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高端局的一个米波 他有多厉害 对吧 那么在刚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分路方面呢 几方是一个船长和一个独狗 两个人呢都跑到这个优势路 过来了去保一下这个米波 米波这里呢 等于下落对对方的潮汐的话呢 应该是一个无解肥 讲道理的话 如果让米波去单对潮汐的话 米波是打不过的 在前期 比较长一段时间里面是打不过的 因为米波的伤害 他的这个忽悠在前期 所造成的这个伤害量 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 虽然说他相比其他大部分的技能来说 都算是不错的 但是 如果你指望前期米波 这个忽悠腾打出多少伤害的话 还是不太现实 起码在三条狗之前 你想对潮汐这样的英雄 做了点什么的话 是比较困难的 毕竟你是一个近战英雄 如果是一个比较脆的英雄的话 就另说了 比较脆的英雄 像为什么中单米波 有些人很害怕中单米波 因为中单米波这个家伙 他在前期 大部分的中单英雄都偏脆 那么米波这个英雄在前期 如果你让他网住你的话 那么他给你两次 两个忽悠 两个满的忽悠的话 那么这个伤害还真的是有点疼 但是潮汐不怕 潮汐他一方面是不怕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一个毛鸡 给你减攻击力 还有海外外壳给你减伤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有一个海外壳 可是结底buff的一个功能 这个是比较让人淡疼的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 米波的这个网 我没记错的话 在早期刀带1的版本中 早期早期版本当中 这个网是无视磨免的 现在好像不是无视磨免了 然后说一下关于米波的出装 米波这个英雄的出装 基本上就第一件是飞鞋屋 基本上第一件飞鞋屋 因为有了飞鞋以后的这个米波 他可以实现 他可以变成一个涌动机 他这个涌动机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是永远是一条狗 或者两条狗在外面在打 不停的放忽悠 然后一条狗飞鞋回家补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 留一条狗在线上或者在野区 然后另外一条狗 忽悠回家补状态 在家里的这条忽悠出来继续打 然后在线上或者在家 在线上或者野区的那条狗 如果状态不好的话 可以借助在野 在家里边的那条狗 然后忽悠回去 然后补状态 补完状态以后 这两个狗可以再忽悠出来 等于就是他永远有一条狗在线上 有一条狗在家里面 或者是永远是三条狗都在线上 然后没血了 其中一个回去回状态 另外的两个可以进行一个轮换 他永远可以有一个轮换的人在外面 这个就是米波这个英雄 他可以在杀钱方面 杀的比其他很多英雄 快很多的一个原因 他不需要出补给装 他不需要出什么补给装 就可以实现一个涌动机 所以这个英雄就是这样 而且他在有了飞鞋以后 他可以实现一个全地图的覆盖 不过这个英雄也有一些硬伤 他的属性成长 非常的一般 非常的一般 这个英雄的属性成长 他是一个1.6的力量 1.6的智力 然后一个2.2的敏捷 他算是一个比较少有的 就是总成长 总成长大概 总成长比较感觉 给人感觉比较差的英雄 就是1.6 1.6 然后2.2的这种 总体感觉比较差 有一点水捅腰的感觉 但是呢 这个英雄 由于他的属性 分身是继承 他本体的属性加成的 所以打到大后期的时候 如果你的装备起来了的话 基本上也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个地方 独狗定一下位 然后给一个网 两个忽悠出来以后 给普攻直接弄死 这一波为什么可以形成击杀 大家可以看见等级 对方的潮期 由于一直被压制 只有三级 而这个米波 由于他在有了分身以后 注意点 米波的这个分身 你在两个人在线上的时候 米波的这个分身 是有经验加成的 所以说你在两个人 两个两头狗 坐在线上的时候 你的升级是一定比对方 一个英雄要快 而且快很多 所以这波就是利用一个 等级上的优势 然后利用队友的一个定位 然后米波直接冲上来以后 给网两个忽悠 而且刚才的这个忽悠 是一个两个三级的忽悠 两个三级的忽悠 能够打出来的伤害 是一段伤害是120 它跟满级实际上只差20 它一段的伤害只差20 所以这个满级的三级忽悠 两个狗 然后三级的忽悠 吃满了这个伤害的话 还是挺高的 你看这个就是用一条狗回家 然后主狗 这个时候已经拿出了飞鞋 五分钟飞鞋 五分钟飞鞋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钱 又快得有点过分 但是其实你看一下 对方的小黑的经济也差不多 小黑也有2670多 而米波只有2800 他们两个人的经济其实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说 因为米波 他真的是什么都没买 他是出门的 他是鞋子出门 等于什么都没买 然后直接裸出一条 裸出一个飞鞋来 所以你就感觉 他这个装备很快 但其实他的这个速度 并没有大家想那么邪惠 这波是利用这个大屁股剪弓的光环 然后呢 两条狗从侧面插入过来 由于这个移速比较快 有了飞鞋以后 米波的移速是415 比较高的一个移速 所以这波是可以直接去把对方的这个小黑击杀 你看这波打完了以后 一条狗飞回家 一条狗飞回家 然后呢 另外一条狗直接忽悠回来 忽悠回来以后 为什么他可以忽悠回来 我为什么说忽悠回来 还可以继续当泳动机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飞鞋 他用另外一个飞鞋 飞到线上 然后呢 另外一个狗直接忽悠过来 这样啊 等于他又是两条狗在线上 或者拿另外一条狗呢 直接往野区走 这条狗把线上的兵线带过去 然后呢 直接 另外一条 就这条狗把兵线带过去 然后呢 另外一条狗飞到野区 他直接飞过去 哎 这波对方是找到一个机会 这里用另外一条狗给一个网 两个网上来 但是对方这里来的人很多 独狗这里用一个地救一手 但是出来以后还是要被对方A死 这个没办法 这个对于 独狗这种英雄来说是没有办法的 他的这个应对措施 已经选择的很不错了 就是对方如果侧面 没有那个VS过来的话 这波有可能是可以把自己救下来的 但是对方在侧面又来了一个VS 这波就没办法了 地捕师这个英雄 他在前期最快的经济来源 就是在你有了飞鞋以后 有了飞鞋 有了满旗的忽悠以后 最快的经济来源 其实来自于野区 他刷野一般是无伤的 一般情况下这个地补刷也是无伤的 这里对方又是莫名其妙的暂停电游戏 我们这里倒一下 好像是要重新连接一下 几方的这个这个听客这是 那么米波这边的出装 在有了飞鞋以后 不出意外的话 下一件装备一般都是会选择 去出A帐这个道具 因为A帐既可以提高 他的这个多一只狗 第一个多一只狗 另外就是他这个大招 还有一个效果 就是提升 可以来这里一个网 网住 对方这里给了一个穿刺 非常漂亮的一个双叉 但是这里还有第二张网 第二张网没有网住 没有网住的话就赶紧撤 对方的这个 好像有点没搞凶住情况 还要往前走 利用一口夹鞋打出去输出来 这里钉住了一个狗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狗忽悠 一只狗跑 另外一只狗忽悠 这里给上一个网 想逃 这波操作其实已经很极限了 但是没办法 对方打的实在是过于针对了 实在过于针对 这波有点打的 对方的 哎呦 这个暗幕好凶啊 这个戴既打的这么凶吗 不用吧 这个地座 接一个水 出来以后 给上足够的伤害 这波戴既没有来得及去加脖藏 直接自己就去了 看一下这个戴既有没有脖藏身上 他有脖藏 应该是刚才没有来得及加 加上脖藏也很难回来 说实话 这一波 跟着他的人实在是有点多 呃 米波这个大招 A帐效果 除了可以增加他的 呃 颗龙体的数量以外 他还可以去增加一下 这个颗龙体 继承的这个属性加成啊 一会儿在他拿到这个A帐以后 呃 我们可以在这个说明里面看到 这个不着急 等他一会刷 应该很快就可以刷出来了 飞捷以后的米波是可以去非常快速快速的刷野 你看他这个刷野的速度是比死问还要快 就你死问过来还要砍几刀才能砍死 米波过来 小野就是两个忽悠直接死 然后中野呢 就是两个忽悠加几点平A死 而且米波这个英雄他刷大野也很快 由于地质突袭这个技能的一个效果 所以他刷大野就是单体输出也并不低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就这波也怪 两个忽悠基本上就把你这波小的就清完了 然后呢 在两轮攻击就直接把大野杀掉了 所以他这个米波这个英雄在有了飞捷以后 呃 能带剑的话 有一条线给你带的话呢 当然可以带 但是其实你去刷野对对方的 这个心理的影响会更大一点 因为对方不知道你这个米波在哪 就很有可能 莫名其妙的一个米波就掏出把跳刀了 然后飞到脸上 两只狗就两只狗就飞过来了 跳到脸上两只狗飞过来 然后给一个网上A就A死了 米波这个英雄他最恐怖的地方 还是就像刚才 你看这一波就是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最标准的一个米波 一个刷钱套路 两条狗或者一条狗 两条狗或者是一条狗在这个线上 在野区 然后呢去打钱发育 然后一条狗飞回家不解 然后呢 需要出来的时候 一条狗会回家 一条狗回到线上 这样的话 你线上永远保证两条狗在刷钱 一条狗可以随时飞鞋回去不解 就可以了 甚至可以两条狗去野区 你比如说现在有三条狗 两条狗去野区 一条狗去线上 然后这样呢 两个狗呢 在野区不停利用忽悠 你看这一波 注意看这一波 这一波呢 这类狗 你看他一个狗 直接飞鞋到上楼 因为这个时候 对方所有的人都集合在了中路 他带线的这个恶心程度 是比Tinker还要恶心的 因为什么 因为Tinker 你比如说你有个蓝猫这样的英雄 或者你用一些 有一个比较强的单体点控 然后有一点持续伤害 然后有一点这个输出能力 就实际上说白了 Tinker一个人打不死你 他自己单条打不过你 然后呢 你有一手控制 可以打断他的这个飞鞋 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些英雄 你去蹲一蹲就可以打过了 但是呢 能够一对一打赢米波的英雄 实在是太少 一对一打赢米波 大家也看到 刚才我给大家测试的时候 米波的那个伤害数值了 很少有英雄 可以一对一 在跟米波的战斗中 能够站得上风 这个是极少的 不过不得不说 对方的这个小黑 真的刷钱的速度 也真的是快 米波在这样刷钱的情况下 对方的小黑仍然是比起 这个米波钱要多 刷钱快 而且参团比较积极 效果也非常的不错 一直能够拿到人头 还可以推到塔 这个小黑确实玩得不错 但是小黑这个英雄 看到米波 基本就是一头包 一头包 基本上你让这个米波 直接一个挑刀 挑到贴脸 一个挑刀贴脸 然后 就是两轮合击 差不多这个小黑就秒了 一个挑到贴脸 五狗齐飞过来以后 直接就是两轮合击 小黑基本就死了 那么这里就是两条狗去带线 一条狗来到这个野区 一条狗来野区 这里拉一波野 把这波野清掉以后呢 有条件的话 可以考虑再去刷一波远古 这个A战差不多就出来了 这里是利用忽悠 把这一波怪给抢掉 这里对方好像是有想法 这里对方的第一波 技能全都打在了 Tinker身上一个网网过来 两个狗 你看这里 直接就是三条狗飞过来 直接就是三条狗 两只狗飞过来 然后一个本体 直接上去给网 再接忽悠 这个对方就秒了 米波这个英雄 在前期你在打架的时候 如果是残局 基本上你在上场一瞬间 就可以收人头 就是一上场 就可以收人头 这地步也是 拿出了自己的A战 给大家看一下A战的效果 A战的效果是增加一只米波 并提升共享属性加成百分比 这个就是米波A战的一个加成效果 其实就是加成就变成百分之百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就换招自由室友 本体现在的属性呢 是39加10 我们这里调一个分身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力量是 现在升级了 应该是 本体41加10 然后呢 它的本体的分身呢 也是一个41加10的一个属性 就是提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3分钟不到 那么米波已经是A战飞鞋在手 米波这个英雄的节奏呢 一旦你让他比较早的出到A战飞鞋的话呢 就比较难挡住了 因为他跟炼金不太一样 就炼金在前期你比较好抓他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反过来击杀你的能力的一般 他就是能够跑 你杀他很慢 他可以等到对手支援 但是米波这个英雄属于是前期 如果你打不过他 你真的就是打不过他 他真的是可以随时想杀你就杀你 这又是两个忽悠直接清掉一波野怪 然后这里又是两波忽悠呢 直接清掉一波冰上线上的冰 所以这个米波带线的这个速度 他比听歌要快很多很多 这里对方的潮起过来以后 直接给两个网网在原地 他这个网的控制时间是不变的 就是不管几级都是两秒 他的变化的第一个是CD 第二个是施法范围 他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满级的网的施法范围接近一个屏幕 所以这个米波这个英雄 不管是在进攻还是防守还是追杀方面 他这个网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技能 另外就是由于他不需要去点目标 而且他这个网在飞过去的时候 是有一些一个短暂的视野的 所以米波这个英雄 如果大家想上分 而且你觉得自己的这个手速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 可以练一练 真心是可以练一练 这个不害人 这个真的不害人 看下这波 注意看这波米波切入 他是拿了一只最近的狗 拿一只最近的狗 然后在这里找机会 他绝对不能第一个上 先给一个网 网住对方 然后这个绕到后排 三条狗在这个线上准备 三条狗先把冰箱清一下 这个呼吸的CD是非常短的 他这条狗还是在这个地方找机会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对方 这个时候还是没有硬冲 没有硬冲的话 他的剩下的三条狗就全部都跑到了中路 继续去拆打 这个时候对方两张TP过来 三个狗选择想要忽悠走 但是对方这个时候给了很多的控制 还有沉默 把这个地步给击杀了 也能够看得出来 对方这些人确实玩得非常的溜 对方这些人是先用把所有的人都压在你这个下路 然后让你不敢轻易的去离开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时候注意观察 你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带现 几张TP落下来 落下来的顺序也非常的好 落下来的顺序也非常好 第一个落下来的这个人是只有一个控制的 然后后面会接一个沉默的人 所以整体他这个落人还有技能的释放顺序 都是非常的完美 这波也是形成了一波非常漂亮的击杀 这样的话地步到目前为止 他是一个经济只排在第二名 整体的一个人头数比是6比9 而且对方这个阵容借助的是这个VS加上小黑加上带泽的这个进攻体系 进攻推打体系 然后配了一个大控的潮汐和一个进行骚扰的这种小强这样一个英雄 这个套路也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套路 就是VS加小黑加潮汐 然后再加一个带泽 如果对方把这个小强换成一个神灵的话 如果换成一个神灵的话 这套体系就完美了 基本上就属于是很难挡得住的这种状态 但是这是针对于其他的英雄而言 针对地步这个英雄来说 他确实是一个可以创造奇迹的英雄 这对方这一波团战还在打 这波团战还在打 但是地捕师这个时候 他其实由于还没有跳刀 没有跳刀的情况下 地捕的参团能力的相对来说还是稍差了一点点 因为你没有能够迅速切换到对方脸上秒掉对方关键点的这个能力的时候是比较弹腾的 另外说一下地捕的这个忽悠 由于他的时间 他的毒条时间比TP要短 所以呢当如果你的这个小狗在外面带线的时候看到对方TP亮起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直接一个忽悠走 那么对方这个时候是不可能留住你的 这个是地步师的一个忽悠的一个用法 这波应该是马上就可以买出跳刀看到了对方的小黑这个位置 那么这波是可以拿小黑去血迹一下的一个机会 这个时候他选择是来下路 两条狗忽悠过来以后直接一张跳刀过来以后呢想要去留住对方这个人 但是没有留住 这个网放的是他是选择跳过来的同时在原地放一个网 但是对方走的比较快直接选择撤到了上面 这样的话是四条狗 然后四条狗直接回家去补撞他 大家可以看一下等级 17分钟这个米波已经马上15级了 而且这还是一个在连续死了三回的一个米波的情况下 如果这个米波没有连死三次的话 他应该会比现在等级的高出一级左右 也就是他现在应该18分钟有16级差不多 要是和队友的一波开悟 开悟的时候他只要一只狗去都可以了 对方正好这个时候顿掉了 一个扫描刚才也是扫到了对方的野区有人 这里米波也是跟在后面不着急 走到对方的野区上面以后呢 由于刚才扫过这个地方的人已经走了 所以是直接本体走到前面 这样方便一会跳刀去留人 三条小狗上路去带线 然后一个主狗呢跟着队友继续去找人 但这个时候对方所有的人都集合出现在了下路 中路有一个人 中路有一个人 中路有一个人是小强 对方又仗着有一个伊塔 这里狗过来以后两个呼要 注意这个地方并不是所有的狗都过来了 还有两条狗在外面 这个时候直接用另外的剩下的两条狗呼要过来以后 一个跳刀跳到对方的脸上 利用这两个伤害加上平A直接被对方击杀 这个就是米波的一个比较恐怖的地方 就他只要有一个本体的跳刀在身上 他随时有可能打出来一个很恐怖的伤害 而且这个伤害你挡不住 他没有任何的毒条 他毒条是在家里边毒条的 打到目前为止 这场比赛虽然说这米波这方的现在人头数落后 他也是落后了很多 但是这场比赛呢 米波的发育还算是可以 尤其是等级方面 现在他等级已经到达了16级 16级马上就要有三级大了 米波这个因素他比较尴尬的 就是由于他的这个大招 因为他这个大招刚开始的时候 比较早三级就可以加一级大 所以他的这个满级大呢 比正常的因素要稍微晚一点 但是一旦让米波升到了16级 升到了这个满级大招的话 这个米波的伤害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高 这米波的本体已经是开始出末隆枪了 出末隆枪主要也是为了堆属性 因为魔龙枪这个道具 他没有任何的绿子加成 他全部都是属性的加成 所以这个道具呢 非常非常适合米波这种英雄出 这个米波藏在树林里面 等着对方的过来去守塔的人 然后其他所有这个分身的 全部都放在家里面 修补将是跑到下路去带线 然后对方这个时候是所有人 都集合在了这个中路 想去推中了二塔 那么米波则是选择让自己飞出来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狗都带过来以后 把对方上路二塔给推掉 那这样呢 等于是一个二塔换掉一个二塔 对于他们来说不亏 米波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可以永远放心的出去带线 不用担心没有提币回家 他只要有一个狗有飞鞋可以回家 那么剩下所有都可以回家 对方的小黑在20分钟也是掏出了A杖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这个大哥位的装备 米波现在的装备是一个跳刀A杖 加上魔龙枪 对方的小黑则是一个跳刀 跳刀A杖雷锤甲腿 加上一个魔龙枪的小黑 VS的装备呢 目前是一个一塔 看一下这波 看一下这波 看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四狗起飞 四狗起飞直接贴身 然后开始去A这个小黑 按道理说 小黑的A杖电锤去打米波的话 这个米波应该是挺弹头的 因为他小黑的A杖电锤打到米波身上 他可以迅速的把你所有的狗的鞋都给打残 所有的狗的鞋都打残了以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你没办法去依靠你 这一波拉回来以后撞到 这里飞过来以后又是五条狗 直接把对方的带走给带走 这有人说用单体输出 但其实小黑的A杖电锤 可以打这个米波是非常好 因为如果你只有一个人的话 只有一个人的话 那你这个A杖效果有的时候打不出来 但是由于这个米波永远是五条狗 所以他这个A杖的效果永远是打满的 他的电锤的触发也可以触发满 所以这个伤害打得非常足 而且他不需要去选择特定的目标 他可以很快的把所有的狗的血都给你消掉 那么这个队伍在想去秒的其中一条的话比较轻松 这个是A杖电锤的小黑去打米波的一个优势 当然你要是愿意去这种爆单体输出也不是不行 这个你看这个波又是一个飞鞋过来以后 直接跳过来一大堆的忽悠 把对方的小强带走 这个就是米波这个英雄可怕的地方 他你不管他在哪带线 他永远都可以来到战场 非常非常有魅力的英雄 说实话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英雄 如果大家想要去练一个英雄当绝活 而且既能当绝活 又能冲分 又能炫技 又能让别人去投来羡慕的眼光 那米波这个英雄说实话是比卡尔要靠谱的 卡尔这个英雄虽然说打起来以后非常的炫 但是他这个炫操作的时间太晚 太晚 他需要的这个装备铺垫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如果你要是去刷钱的话 这个从刷钱的这种观赏性的角度来说 卡尔这个刷钱观赏性远远不如米波到位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练绝活英雄的话 米波真的是一个可以选择的点 而且现在由于卡尔的这个各种简单的练招 都被大家都学会了 然后所以你一般就不太不太敢开发这种其他的套路 一开发其他套路 别人就可能觉得你是瞎玩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米波是一个可以做的选择 当然了 其实我用卡尔从来也是自己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我脸皮比较厚 什么烛火附雷 然后从来不用灵冬迅捷的卡尔 什么三个属性平着家的卡尔等等 就烂七八糟这种卡尔 我什么样的卡尔都用 各种卡尔在各种那样的情况看你怎么用 因为他的技能是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性的 米波也一样 米波这个英雄真的也是一个创造奇迹的英雄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是疯狂的练了一段时间米波 在刀打一的那个年代 那段时间把米波练到跟我的在刀打一的 电狗和蜘蛛 电狗和蜘蛛这两个英雄几乎练到同一个程度 就是说基本上属于这种 睡觉局的英雄 睡觉局的英雄 就实在不行了 实在想睡觉了 那么我会掏出这些英雄来打 当时米波算是一个 但是一打一到了刀打二以后 由于他的编队系统出现了一些改变 然后他的快捷键出现了一些改变 所以我也是 这个英雄后来就没怎么太多次用了 那现在打起来手伸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就我在给大家演示 无狗其飞的时候的这个操作 也是会有一些失误的时候 米波的 你看他这个米波选择的是对了两个魔龙枪 他对了两个魔龙枪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主狗的血量 已经来到了将近2400 他这个时候他的分身的血量 应该是在2020左右 所以对方这个时候想秒掉 这个米波是比较难的 而且由于他有一个很高的护甲 大家注意 他撑的是属性 所以他的护甲很高 而且由于他升级快 米波的英雄升级快 你看对方的小一刚食掉 这个米波已经20了 他已经20级了 所以这个米波这个英雄 由于升级快 黄点加的早 然后呢 本身升级给的属性 给的更多 更早一点 所以这个英雄 他在中期有一段时间 你会感觉这个英雄 打不死 很硬 很硬 打不死的一个感觉 他现在2400的血 20点护甲 然后呢 有一个415的移速 再加上天生35%的魔抗 这个英雄 其实是比想象中央更硬一点的 那么下一条装备 这个米波选择的 也是去选择出这个 虚灵刀 米波的虚灵刀 刚才那个伤害 我没有给大家没有给大家看 米波在出到虚灵刀以后 他的这个 呃 无狗齐飞 然后呢 是在 虚灵刀的情况下 加上虚灵刀的伤害 大概可以打到1600左右 就是打一个英雄 大概可以打到1600左右的一伤害 虚灵刀 加上虚灵刀之后的这个虚无效果 然后再加上六次 六段的忽悠的伤害 大概总伤害是1600 1400到1600吧 差不多是一个范围 然后 你在这样的一个魔法爆发的前提下 如果再加上你的平A的伤害的话 那么基本上对方像小黑这种英雄 就属于是碰到几秒 像VS这种点 如果让这个米波抓到的话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生存的可能性的 这里 所有对方所有的人都是集合在了上路 去推上路的一个二塔 最后一个外塔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米波的选择 它是直接五条狗一起出去 把你这个下路的塔给推掉 一个狗留在家里面 留在家里面 然后剩下的几条狗 随时保留这个忽悠回来的一个能力 主狗留在家里面 剩下的四个副狗出去 而且我从这场比赛来看 这个米波的选手 他应该也是一个 没有经过太复杂的操作的一个选手 就是他选择的是主狗一队 然后所有的副狗一队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快捷键 他没有选择更复杂的这种操作的快捷键 我曾经见过 就是把每一条狗都单独编一个队的 在游戏当中 每一个狗单独编一个队 然后专门为米波去设计一套快捷键的这种人 这里起方的这个独狗 在外面又是为对方的一套 这个激光非常nice A仗的以后的这个激光是行成 这个跳出来以后 直接秒到了对方的一个VS 这个你看 你看你看这个时候他有多硬 你看你注意看这个米波这一波 对方的潮汐的大招 加上小黑 A仗电锤的小黑 在大家心目当中应该是一个输出非常非常高的英雄 但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感觉这个米波好像没怎么掉血 这个是为什么 是因为小黑这个英雄 他主要的输出还是来自于他的平A 也就是他的这个物理伤害 但是米波这个英雄是一个出了名的防偶 尤其是这种出薰刀的米波 大家可以看到就刚才的这一波团战 米波的这个输出的爆发是一个显露无遗 而且他这个爆发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他的平A 而不是单纯的来自于他这个忽悠的伤害 就是在中期的时候 你用米波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你的主要输出是来自于平A 而不是你的这个忽悠的 所以你的忽悠只是一个位移技能 只是一个位移和切入技能 千万不要说想着我就贪那个忽悠的伤害 米波的另外一个优势呢 就是打肉战和推打非常快 这里对方的小黑选择了买活 但是对方这个时候还换过 还去了一个大屁股 但是这个时候大屁股选择是开大 直接传回到家 对方唯一想要留住的选择留了一个大屁股 这个选择也是感觉有点问题 好像打得有点着急了 这边又是一大群的小狗 飞到外面去继续去带线 一个主狗继续去其他地方乱逛 找机会去杀人 然后其他的副狗呢去逛街 然后说了这么半天 关于这个米波这个英雄的一些优势 这个英雄如何如何厉害啊 其实这场比赛你看到现在为止 看到现在为止 他们的人头才刚刚实践了反超 但是在整场全场 一只人头被压制 而且在前阶队比较崩的情况下呢 米波这个英雄他没有选择过岛的参团 而是先去他的是刷自己的这个核心装 刷出来核心装以后 他没有选择直接去奔大将 而是选择去捉出了两个这个猛攻枪去撑属性 现在你看这个米波就已经有2800多血了 分身应该是大概有2600的血 差不多2600的一个血量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米波基本上就很难杀得掉 这一波对方又是出来打一波 看一下米波的一个切入位置 看一下米波的切入位置 他这个时候还在找 他还在找这个切入的位置 一个狗飞过来以后 先找对方VS和戴泽两个这个后排 瞬间秒到对方两个后排 这个几条狗 过来以后 这个时候他的本体跳刀 还有三秒钟 本体的跳刀还有三秒钟 但是走过来的速度足够快 一堆网网住了以后直接完成一波三杀 看看这波能不能完成一个OXK 对方的潮汐利用自己的海耀外壳加上这个毛鸡 捡了很多的防攻击链 这波要硬扛没有扛住 最后被大屁股给击杀 没有能够完成风狂杀戮 但是即便如此对方这一波也是崩盘了已经 米波这个英雄在优势局去打先手 非常非常的可怕 尤其是在你的队友 有一个人能救你的情况下 在劣势局去打后手 劣势局或者军事局去打后手 是一件同样一个非常可怕的一点 因为他在劣势局去打这种后手的时候 他往往可以瞬间秒掉对方几个人 非常非常快的一个拆打速度 对方这个时候换过去一个 但是你注意看这三个人 他打这一个米波 这个米波还扛了两个塔的伤害 这个时候用本体给了那个米波一个绿杖 给了一个绿杖 把这个塔的伤害给减免掉 这样的话救了自己的狗 蓄灵刀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这个 就只要你的受伤的这个人 其实是本体也无所谓 可以给自己怼一发 那么这个人对方基本上觉得这盘也是分盘无望 因为他们这个组合 现在拿米波这个点有点无解 米波要是做出了自己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虚拳刀 把两个魔龙枪全部都卖掉 然后呢买出了一个经济球 买出了一个单刀 准备去出分身符 米波这个英雄出分身符也非常的坏 米波这个英雄就是擅长 战场越乱越好 所以他自己出一发分身符也是非常坏的一个点 看一下这波有没有机会 但是这波对方由于清兵速度实在是太快 所以没有飞鞋过去的机会 那么这样的话选择去飞上路 但是感觉好像又不太对劲 飞上路的话有点危险 这类是最终我选择去打一个盾 米波这个英雄戴盾也是非常厉害的英雄之一 戴盾最强的几个英雄之一 对方小黑也是更新出了大电锤 我十分建议大家在用小黑A仗雷锤的这个套路的时候 不要去更新大雷锤这个道具 十分建议大家不要去更新 就不要过早的更新 你别有了A仗雷锤以后 第一件选择出大雷锤 大雷锤这个道具跟小雷锤的区别就是一点点攻速 就是一点攻速的区别 你一定要说他那个套的这个电盾的话 也可以算 也可以算 但是这个提升不是很明显 而且更新大雷锤所需要花的钱呢 接近一个鹰角弓的钱 接近可以买一个鹰角弓 所以与其你这样与其更新一个大雷锤 我个人觉得不如把这个钱留下来 然后直接更新一个蝴蝶之类的道具出来 这样的话感觉更实在一些 就对于小黑来说 他的提升比你出大雷锤要 我个人感觉要好一些 那小黑的A仗雷锤的一个质变的原因呢 是源于这个A仗雷锤以后的这个触发几率 就是他每一根箭头可以有一个单独的触发计算 他源于是这个东西 但是大雷锤跟小雷锤的触发几率是一样的 伤害也是一样的 所以对于小黑的输出除了一点攻速提升以外 其实没有其他任何的提升 但是小黑这个英雄本身并不缺攻速 他是一个敏捷很高的英雄 他的大招提升敏捷 而且他的这个敏捷成长也还不错 所以他不是一个很缺攻速的英雄 这也是拿着两条狗在晃点对方 拿着两条分尸服的两条狗 跑去代谢来晃点对方 米波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乏力期在什么时候呢 大概 他的一个乏力期在于一个小时以后 一个小时以后是比较乏力的 因为那个时候他能够去秒的人 其实也会越来越少 这一波对方这个小强 你看这波对方 你看这个小黑的输出 打在这个米波身上 几乎就不怎么疼感觉 但是反过来 你看这个米波打小黑和VS的这个速度 基本上就是秒杀 就真的是秒杀 伤害实在是太高了 这个东西 他的现在出的这手装备 比我给大家在刚才演示当中 出的那时候装备的这个输出 还要爆炸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平A伤害是234 我刚才那个米波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应该记得是170多 174吧好像 也就是这个伤害里外里差了三分之一 就他比我的那个输出 要在高30%的平A伤害 而且由于他出的是两把 虚拎刀 外加一个分身斧 他的整体敏捷加成 还有攻速的加成 比我那个要快得多 他现在的这个狗的攻击速度 是0.52秒一次攻击 我刚才是0.66 而且他的平A的攻击力比 我刚才高60 所以现在的这条狗 他的一个输出的能力 是远远要高于 刚才我给大家 那个出双套路的 但是我给大家 那个出双套路的好处 在于就是有一把 扬刀的情况下 这个米波的杀人更稳一些 就是你跳上去 可以把地方扬住 一般来说 打到四五十分钟以后的 扬刀这个道具的性价比 会越来越高 所以建议大家 这个装备还是可以考虑要出 看一下这波 一个跳过来以后 剩一只狗跟上来 直接留住 开始A 开始A 你看这个人 这个潮汐被A几下以后 根本都走不动 这就是超神 又是完成 莫名其妙 完成一波双杀 好吧 那么今天 今天的这个比赛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 最后一点时间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这两天要去参加婚礼 这两天要去参加婚礼 有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是在牡丹江 在外地 所以我没有办法 这两天给大家更新节目了 更新节目可能要断几天 我下周一坐火车回京 然后周二到 这一波暴走 这波双暴走 这波聂拳双暴走 你看这个扛塔的伤害 你看他这个扛塔能力 扛这个泉水 又是一波三暴走 三重暴走的一个米波 八连杀 三重暴走的一个米波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米波的 刚才的这波的一个输出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好了 这个今天这场比赛呢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还是刚才那句话 那么我可能这两天要外出 可能要外出去一趟外地 节目预期是下周二 或者下周三 继续给大家去更新 然后今天的结尾 大家不要走 大家不要走 结尾有彩蛋 好 我们彩蛋见 接下来是彩蛋环节 那么这个彩蛋是最近家里的编幕 这个可能知道朋友 就看我头像里的编幕 生小狗了 那么已经一个月大了 也是开始满地跑了 所以我也是录了一小段 录了一小段这个视频里面 还有我儿子在里面 也是给大家当一个彩蛋来看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以后我在视频里面正确呢 都给大家去加入一点 就是录下来的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好了 我们一起来看彩蛋 揍的 呼噜 呼噜揍的 打跑 你给它按摩呢 呼噜 你给它举起来扔回去了 你慢一点放它 呼噜 你直接给它扔回去 让它们咬你 轻轻放啊 轻轻放 这也要把后腿放进去 这样不能关门 你掩住它 它把你那个杯子 杯子上面的吸管 都给你叼下来了 哎呀别挠我 哎呀 妈呀 哎呀我的娘啊 哈哈 抓他呼噜上去抓他 抓他 哈哈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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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